陳一彬議員請發言 主席縣長副縣長 我們縣府秘書長 還有本會秘書長 各位主觀看本會同大家好 這邊有幾個議題 我請教一下我們縣長 那在還沒就要這個議題之前呢 我是衷心的感動啊 這個我們防護 縣府團隊防護 還有醫療人員 一線人員所有防疫單位的 這個 防疫的同仁呢 對於我們這個 疫情的防疫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我這邊幾個議題呢 我請主席財事 我們請這個縣長做回答 那現在我們每天都看到這個 馬祖日報刊登的 這個不管是 單單我就比喻這個飛機的部分 松山到南竿的部分 那當然都會 報紙都會登 好比說六十幾個 在松山做了快篩 那落地南竿 做了一個快篩 當初 這個做快篩呢 當然這個金門縣長楊正悟 當然他是 因為要保護這個金門縣齁 零確診 所以呢 這個媒體 這個媒體也報的非常的大 那當然我們縣府也非常積極 在松山這個部分 也做了快篩 在基隆碼頭也做了快篩 那為什麼會提這個問題呢 因為現在落地還有快篩的情況之下 我想到這邊有個建議 既然 這個我在想 這個 會有個位數的 這個落地南竿快篩的部分 這些一定是去 一定是候補人員 候補人員 所以呢 他在松山機場 沒有做快篩 那本席這邊有個構思呢 就是說 既然你去候補 一併做快篩 然後在這個快篩 那候補之餘 既有做快篩的 才能登機 出示快篩證明 相對的我們基隆到 南竿這個交通船 也是要做快篩 才能登我們的台馬資金 或者台馬輪這個部分 那當然現在 當然當初做快篩 也發在媒體上面 也等於說 還不合法 這個中央嘛 這個命令 沒到地方 所以我們 沒辦法去貫徹 沒辦法去貫徹 那這邊是 本席一點建議 你們去思考這個方向 是不是 既然你要候補人 就是想要登機 因為他沒正班機 現在原來都是有正班機的 他可能取票之後 前兩個小時 一個半小時 到松山那邊做 快篩的動作 但是候補人員 他一定也想能補得到 是不是 直接就在 做快篩之後 取得證明 出事證明 才有取得資格 候補的資格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去做 那為什麼講到這個問題呢 我看到今天北崗好像是 昨天還是今天要做快篩這個部分 我們馬祖一線人員 醫護人員 原本就短缺了 那麼辛苦的在南崗跟北崗 當然入境一個飛機70人座 各位數 落地快篩 造成我們醫療人員的負擔 還有我們 各單位用心的主管 到現場去做宣導 這個部分 當然我們現在目前 7月12現在疫情到7月26 目前是這個稍微微解風的狀況 情況之下 那當然會期盼這個疫情趕快 離我們而去 如果萬一還有延續三級的情況之下 看看本席的建議 縣長可以去思考這個方向 聯合我們三個離島的 我們縣長 我們的立委 我們強制因為我們馬祖 醫療缺乏 醫事人員的短缺 造成我們的負擔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破口喔 那之前講的 我印象中 一個人落地確診 全飛機的人幾乎都要寬裂 全部都要寬裂 他有什麼理由不做快篩呢 您告訴我 當然我們又沒辦法強制 是這個樣子 那我這個議題呢 我當然希望疫情趕快去 如果還延續 我想這個部分 既然基隆已做快篩 我們松山 松山跟這個 北竿的部分 南竿 松山也做快篩了嘛 如果都做快篩進來 我們的南竿的醫護人員 跟北竿的醫護人員 就可以測了 這個是思考的方向 那另外一點呢 就是我們現在 本席所知道 這個訊息應該是非常正確的 就是我們現在 魏施打的剛剛議員也提問 請教縣長 在這個網路平台 1922全國反應中心的部分 我們去登錄 18歲以上 現在會有延伸的一個問題 我們的鄉親 他聽我的 我說打疫苗呢 你不要返回馬祖 人不要流動 在台灣就可以了 但痴痴的等 一直等不到 因為也沒有地方可以去 因為他資格不符 那當然本席也知道 這個 現在目前全國呢 打第九類 第十類是50歲以上 包含聲戰的 那現在全國疫苗 全國這個疫情中心 在7月6號 已經在這個1922這個平台 讓登錄 延伸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我舉例一下 我們舉光鄉 就是涉及在我們舉光鄉呢 我們 他在台灣 登錄平台之後 他把它歸類為連江縣 歸類為連江縣 那我私底下 我也請教縣長 那他也可以到 就近的 有施打疫苗的 去登錄 去登錄 那裡面發生一個 什麼問題呢 如果他通 經過通知之後 那我有個疑慮 是不是他歸類為連江縣 當然也可以在台灣 就地施打 台灣人這麼多 他要擺到什麼時候 不知道 排到什麼時候 不知道 他登錄到連江縣 我們舉光這樣就會 就會發生一個問題 那我是不知道 目前我們這邊 局裡面怎麼安排的 是不是歸類連江縣 如果通知要打 是不是全部在南竿施打 還是說 有安排你們會下舉光 現在舉光 幾乎 成如現場所講的 幾乎相信 99%都打 那會延伸到說 如果說他今天 如果說今天這個 馬祖如果說 連江縣 安排得比較早打的話 絕對比台灣早打 找通知 但是我們舉光這樣 如果在各位術 不及開屏的狀況之下 他們今天要怎麼打 是不是要歸到南竿 歸到南竿來打 因為開屏 不管11季13季 至少要有公費6人以上 才能開季 如果今天就有3 4個人回來 又打不到 又要跑到南竿打 這裡面會有個問題存在 這個縣長這個部分 呃 來抱歉 那個我請主席財事 請縣長做回答 這一點部分我請教你 好 請縣長做一個說明一下 會不會有這個 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是 非常謝謝 以兵議員 對我們 地縣的依附跟防疫同仁的支持 我也看到以兵議員 親自去衛生所慰問我們同仁的辛苦 提供點心 幫他們加油打氣 在這裡我也代表一副同仁 謝謝啊 以兵議員的支持 對他們的照顧 那剛剛提到的這個 松章機場篩檢 我們會繼續努力 希望能夠達到這樣的目標 剛剛以兵議員提示的相關方向 我們都會繼續去努力 做商的內容組了 那我後來有諮詢了一下 到底是快篩 做了一次快篩 還有三天的 三天就是說有效 還是說PCR這個部分 現場可不可以給我證券 基本上對於新冠肺炎的一個篩檢 我們有三種方式 一個是快篩做看顏 一個是做看體 一個是做核酸檢測PCR 那基本上就是對於偵測感染 我們都願快篩就是看顏檢測 或者是PCR核酸檢測 那對看體檢測 對是做流行病學的調查 瞭解這個流行的狀況 那是事後的問題 所以目前我們對於這個病毒的偵測 基本上都是透過快篩 跟這個PCR的檢測 那基本上目前的策略 因為疫情在社區中感染的時候 它會有很多的變化 所以基本上 不管是快篩或者PCR 如果三天以內的檢測 我們基本上都認為 三天以內檢測是陰性 這時候的變化就不是很大 也不是絕對的 所以三天以內 不管是快篩或者PCR檢測 我們都認為你是陰性 基本上是安全的 所以說就可以讓你通關 或者讓飛機 就不需要在三天內做第二次 當然特殊狀況是需要 所以原則上 我們不會說三天以內 馬上就做第二次 但原則上都一個禮拜 如果有必要一個禮拜 再做第二次 或者兩個禮拜做第二次 這是篩檢模式的不同跟原則 特別跟議員報告 那剛剛那個問題的發生 的確因為中央政策的不支持 因為一開始中央都不支持這種快篩 那我們當然就是積極的做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對地區防疫的是第一道防線 我們絕對不能夠讓它有破口 所以說我們克服總統的困難 解釋讓大家這麼幸福的 就是要守住這個防疫的第一線 那未來我們會繼續做 但是因為松山機場的目前這種狀況 我們能量必須要守住這一塊 那基隆那個為什麼可以做 因為這個是可以操支在我 因為台馬之進 台馬是我們自己的船 我們只要跟你講 你沒有快篩運行 我不賣票給你就會 但是在松山機場 例如他不聽我們的 台北航空站也不聽我們的 但是剛剛議員提的建議 我們會繼續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我從松山台北戰組的那邊得知信息 他是告訴我說快篩三日有效 我想說你真的有要想 一定要這一趟馬祖 不管是什麼公出之類的 我想說全國必須要有這種共識 所以說如果說真的 當然我本期希望趕快疫情趕快結束 回歸這個正常的生活 每個人都過得非常的辛苦 尤其像我這種個性外相 喜好大自然的 更受不了 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 那個現場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 現在因為全部建立192這種平台 那我們也鼓勵 就是第一季的鄉親 還沒打的 盡量上192 那的確因為我們跑得比較快 你如果他雖然說戶籍在馬祖 他仍在台灣 但是你如果基本上大家都鼓勵 因為避免移動啊 就盡量在居住地來注射 當然疫情漸漸趨緩以後這種移動會增加 而且相對也比較安全 但是因為判斷 如果說 你如果在台灣可能等的時間比較久 但是因為馬祖我們跑得比別人快 你可能時間會比較快 可以比較早安排 但是會 那目前我們跟中央疫情指導人簽約的這個注射點 包含我們縣立醫院跟各項衛生所 我們都提供這個地點跟開診的時間 你可以選擇 我在矩光衛生 西矩衛生所 就下一個禮拜三 但是現在的確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人都打過了 只有很少人沒有打 可能你沒有辦法滿足 就是十個人這種才可以開屏的這種條件 所以說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會後 我們衛福局 我們這邊會討論 如果這樣系統上如果可以掌握 是不是可以併到在南干達 或者用什麼方式 我想你提的這個議題的確是很重要 也是必須要去面對的 我想我們會研究用什麼方式來處理 雖然說 好比說我們舉官箱那個部分有排定 但人數不足的時候 確實是不足以開屏的 那這個部分如果我說這個系統呢 如果整個統籌 好比說他這個系統登錄有截止日的話 統籌之後連江縣到底有多少人 那我們可以去通知 告訴他 那大家都等遵從就是安排的時間 那當然就沒什麼問題 我想馬祖的鄉親真的好幸福 真的很幸福 其實是可以更幸福的 因為執政黨的無能 執政黨無能 讓全國鄉親唾棄 把我們人民生命財產當作開玩笑 很多議題在後續工作報告 跟總質詢 本席在提出質詢 謝謝各位縣長還有祖王王反應人員的辛苦 我們為馬祖加油 為馬祖做反應 好謝謝 謝謝 謝謝宜兵議員 跟大會員報告 自來水產廠長 22號到24號 赴冬營以及南甘廠的這個基電驗收工程 另外赴冬局海彈廠緊急生產的相關事宜 那這三天他們他沒有他的議程 另外警察局局長 17號到12號到22號